老外的中文说的有多溜 乔宝宝在中国待久了 回到印度后还说了粤语 好漂亮啊 这里 但是很窄啊 喂 为什么不窄啊 这里 没办法啦 两个人坐一个位 哇 这里超载啊 喂 为什么这里超载啊 叔 你老母 这里是印度啊 哈哈哈哈 当老外生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说我自己本身也有我的脾气 我很随和 但是呢 如果你踩到我的地雷 我很难搞 我这样子给他 我很难搞 你不要看我好好先生哦 国人不光难搞还很机车 这个小伙子不仅中文超好 而且还自带社交牛逼症 去中国吃过吗 我这种吊声能去吗 哈哈哈哈 别玩别玩 再来一遍 那听他累了吧 我说一 你找他们说一会儿 开始 说啥啊 想说啥说啥啊 那你们肯定要跟我聊 我也不是鬼啊 我去去了 你怎么这么帅啊 帅有什么用啊 这个单身狗 哈哈哈哈 你看他怎么这么厉害的 你再一个都没有 他单身狗 大哥你这么厉害 你妈妈知道吗 我们母语 那个英文 玩得差不多了 而且家伙都带成旅客音了 我画面还是比较地道的程度 这个是什么 鸭茶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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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这散装英文 跟我也差不多嘛 这位惯羊的老外 说话是这样的 用国家话 真的用国家话 直接开始 我叫大卫 然后是在花旗长大一个老外 我从小就开始抓球 四次的赛事会放到电视上回播 然后就能 对通知您的亲号好友 一起来观看吗 有过轮回 看我抓也好不看 中备不好 我就不让他们看 这位东边的老外 说话也是贼溜 刚才酒凳子有点吐鲁扣 别麻烦的 但是我没楼中 当时我也瞎麻爪了 吐鲁蚂蚂蚂 我不知道咋你了 碰了你的夸夸肘 我碰了你的玻璃盖 让我带你去医院看一看呢 你在讲什么 都怪我 养娜让得没正形 四处长没抽到 给你创的四言八茶 听不懂哎 算了就这样吧